《前龙皇帝》 《范花丛》中一点绿的存在,抢榨了不少观众的眼球,而我却想起了它颜值巅峰的那个泡面头,一直以来光头和泡面头是喜点吹戒的暗黑造型,非一般人可驾驭,相较两者,光头是比泡面头更普遍的,因为虽然很难驾驭,但是超好打理,并且剃完光头后整个人的可塑性都变强了,而泡面头不但难以驾驭,还超难打理,一不小心就变成了鸟窝, 那为什么还是有不少影视作品里会设计一些泡面头造型的角色呢? 因为泡面头之前,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摇滚圈盛行,代表了一种自由,分放,随意的生活态度,可以说都不用过多的对人物进行解读,只要泡面头一出,就知道这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人物。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波泡面头里的标杆人物,谁是你的泡面男神,最帅的泡面头,我最喜欢宁远演过的角色,是七叶圣君,顶着一头沙马特式的泡面头,当时颜值也在巅峰,看得无数少女口水之流。 七叶圣君重情重义,慧爱执着,心怀大义却优柔寡断,为人魔和平共处,将自己推向深渊,惹人心疼。 最有气质的泡面头泡面头师祖焦恩俊,他可是提及影视剧中泡面头谁都绕不开的一号人物,脚里叹花那种病态的帅,跟焦恩俊顶着泡面头的帅气的脸简直绝配。 最有气质泡面头焦恩俊的李寻欢实至名归,最狂野的泡面头雪花女神弄中的鬼剑仇司马长风,整个人散发正张狂又内敛的气质,还有那种气场全开的自信,不管对手是谁,我一定能打到你。 最严肃的泡面头电视剧《风云雄霸天下热播》的时候,生活中还流行着灭风的黑长直,但不经云却不走寻常路,搞了一头乌黑浓历,又卷曲的泡面造型,虽然现在已经被完缓,但当时确实有被沉默挂言。 甘为艺人与天下为敌的何润中饰演的不经云摇倒,最妖孽的泡面头钟汉良,在逆水寒中的饰演顾熙朝,被选为天涯四美之一。 不得不说那时的钟汉良正直颜值巅峰,作为剧中无热不作的头号反派,不仅没让观众讨厌,更有超过主角的势头,除了文韬五略,痴情妄狂,顾熙朝的颜值鞠躬就为一头泡腻,美艳鸦群方。 沙玛特中的王者早年一部神剧《水月洞天》,一直是我们这代人津津乐道的回忆,剧中几位主角的造型当时看来很前伪,有个性,直到沙玛特这个词流行起来,终于发现了一个合适的词,描述那几位主角了。 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,就是于波饰演的同伯,博学,儒雅,深情,武艺高强,颜值还高,绝对是王者,最具潜力泡面头,还一个不得不提的是杨廷东同学,名字你可能不太熟。 要说起他饰演过的角色,相信你一定有一点印象,虽然大部分不是主角,但是他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气场,与现在流行的蒙气男艺人不同。 杨廷东简直算是荷尔蒙爆棚,非常阳刚,他是疯狂天后里诡计多端的林主,是浪花一朵朵李雄紫棋的情敌林浩阳,是青春景师里的青年干性汪子诚,更是能驾驭泡面头的不负如来不负清理叛逆倔强的佛哈提婆。 这么多款泡面头男神,总如你的style最想click哪一款,运发机原创,静止转载。